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地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跌倒和爬起 也许有时会迷失自己 但请相信只要不放弃 希望就一直都会在 今天鲁迅的希望读给您听 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 没有爱憎 没有哀乐 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 我的头发已经苍白 不是很明白的是吗 我的手颤抖着 不是很明白的是吗 那么我的灵魂的手 一定也颤抖着 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 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 血和铁 火焰和毒 恢复和报仇 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 但又是故意的填衣 没奈何的 自欺的希望 希望 希望 用这希望的盾 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虽然盾后面 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然而就是如此 陆续地耗尽了 我的青春 我早先 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 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 星 月光 江坠的蝴蝶 暗中的花 猫头鹰的不祥之眼 杜鹃的提雪 笑得渺茫 爱得响舞 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吧 然而 究竟是青春 然而 现在 可以如此寂寞 难道连身外的青春 也都逝去 世上的青春 也多衰老了吗 我只得由我来 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我放下了希望之盾 我听到裴多芬桑德尔的 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 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 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 她就抛弃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 匈牙利的爱国者 为了祖国而死在 可萨可兵的毛肩上 已经75年了 悲哉死也 然而更可悲的是 她的诗 至今没有死 但是 可惨的人生 桀骜英勇 如裴多芬 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 回顾茫茫的东方了 她说 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同时我还得偷生在 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 我就还要寻求 那逝去的 悲凉缥缈的青春 但不妨 在我的身外 因为身外的青春 唐一消灭 我身中的池目 野鸡凋零了 然而现在 没有星和月光 没有江坠的蝴蝶 一只笑的渺茫 爱的响舞 然而青年们 很平安 我只得 由我来肉搏着 空虚中的暗夜了 总是寻不到 身外的青春 也总得自己 来医治我身中的池目 但暗夜 又在哪里呢 现在 没有星 没有月光 一只没有笑的渺茫 和爱的响舞 青年们很平安 而我的面前 又静置于 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 只为虚望 正与 希望 相同 希望 充满了诱惑 充满了憧憬 它会像一个梦境一样 催眠掉我们对困苦的感知 但同时 也让我们的意志 经受严酷的考验 别叹息 为什么有时候希望 总与我们渐行渐远 因为希望 会恰巧在 懈怠与怨对中 与我们 擦肩而过 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365读书 我是云公子 咱们 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